老和尚透露玄机周永康的命运与周家祖坟有关,中国民间非常相信风水之说,中共官员口头宣扬无神论暗中信鬼神,风水之人也比比皆是以落马的中共维稳沙皇周永康就身信风水。 曾有一位不知名的老和尚告诉他,周家的祖坟风水,是其身关的关键周永康落马后,有传言称周导台是源于周家祖坟风水被毁广告周永康修祖坟改运民间有种说法,一命二运翻风水四基因公武读书。 据大陆媒体,此前披露周永康的发迹与落马与其祖坟风水有关,正所谓成野风水败野风水报道称,周家祖坟位于无锡市后桥镇西前透村,以北数百米外的陆家湾河边。 周家祖坟原位土坟,默默淹没于一片桑树林中,桑林与藏民统阴隐含着不祥之兆。 后桥人传说,1990年代周永康在北京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时,曾请一老和尚看向老和尚说,周一直都是副职,是他家祖坟风水有问题。 的确1985年周永康从地方进入中央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一直是副职1988年,石油部撤销改为大型国企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周永康仍是副总经理周永康,对老和尚的话深信不疑,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 周家兄弟三个老大,周永康原名周圆根,二弟三弟分别为周圆兴。 周圆兴当地人称,1995年左右后乔镇派人为周家阔坟,砍掉周围一些桑树,种上了四科无锡式树章树。 同年六月周家为先祖,先祖父母立了三块杯。 此外,周家还填了祖坟旁人家的一个水塘,说是此水塘,正对该祖坟于风水不利说也奇怪。 自从周家修坟后,周永康就一路青云扶杨直上,修祖坟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 周永康就近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正不及待遇周家人也都跟着鸡犬升天,随着周永康官越做越大,周家祖坟也越来越热闹。 每逢新名扫墓者,络绎不绝,不仅有无锡本地,江苏其他地市的官员,甚至还有来自上海,武警的车辆扫墓时,周家人多半陪着扫墓者临走时,都会叫他们跟周首长讲一声。 据当地多名乡人透露十多年前,曾看到周永康儿子周斌的母亲王书华在周家祖坟,大哭了一场周家人请他回家吃饭,也被他拒绝后来王书华不幸死于车祸。 据说周永康前秘书原四川省副省长,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曾在周的授意下,暗中指使两名武警制造车祸,杀死周永康的前妻王书华,而后周取了央视主持人贾小叶为期2007年底江泽民。 为了延续对法轮功的迫害,害怕下台后遭到清算,将其铁杆亲信周永康,强行塞进九成尾台带最后一名,周自此进入中共的全力顶峰。 2009年因为早目者太多了当地政府,在西玄透村以北的公路边修了一个小型停车场,在周家祖坟所在的树林里修了一条小路周家祖坟,也被整修外契半米高石墙,围成晋圆形战地,约120余平方米元内,以青砖铺地周家祖坟被毁,满门抄家但在2009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周家祖坟,突然发现被人挖了洞, 不仅惊动了无锡警方,而且江苏省公安厅,上海市公安局,乃至公安部都如林大地,动用警力侦破,但结果无人知晓,此后警方在周家祖坟四周,和前往周家祖坟的两个路口,都安了监控探头,周家的四个土坟,也用石头砌起祖坟,被挖风水被破三年后,周家就盛级而栓胸向大险, 曾经前清一时统领中共近200万名武警、公安、检查、法院、国安和司法等暴力专政机构,每年掌管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周老虎,被满门抄家, 2013年12月2日中南海通过,非正式渠道不断释放周永康被抓的消息,同时曝光了周永康家族更多丑闻,其死周斌于当年12月初,在北京机场附近的别墅中,被警察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妻子,持美国护照的黄婉周斌的岳父黄余生, 也同期失去联系周永康到二帝周元清一直守在家乡,在被当局两次抄家后,不久并亡其三帝周元清,三婶周灵英和唐帝周峰,也在同年12月被带走调查,知情人称,原因是与周斌有关至此周永康家族的所有亲属,秘书,手下等亲近人员, 均已被清算抄家种种迹象,表明周永康暗将收网,周永康的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周永康被抓详行有消息称,对周永康的内部被调查自2012年春,就已开始到2013年底抓人期间一年多的时间,周永康之所以并未逃跑,一直坐以待毙的原因,是周永康不相信自己会被抓, 据与周永康熟悉的人士,还透露周永康,一直到被抓前都不相信习近平会动他,所以抓捕时,他感到很突然报道称,周永康被捕后,一度态度强硬一言不发,如果说话就是一句让习近平来见我不然什么都不说不过,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被抓后不久,他的态度开始软化并逐步招供,有港媒披露了周永康被批捕时的详情, 文章称,2014年12月5日晚20时,中共中纪委和中组部在周永康被关押之地,宣布对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周永康并不服气表示强烈抗议,中共中纪委和中组部工作人员,要求其冷静不要抗拒审查,周永康机动表演一番之后表示,要休息。 当晚21时许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带领四名特警宣布,对周永康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随后命周永康确认签字。 周永康拒绝在逮捕书上签字,并叫相声称要抗,一,申诉副检察长警告周永康,按照逮捕手续条例,被捕人身份无误拒绝签字,或做出反抗者会予以强制执行,给其五分钟时间考虑。 周永康听到警告后发狂斑,准备冲向该检察官撞头判命,但被特警及时制服,戴上手铐剑动真格的了周永康,一下便软乞求道,能不能不上手铐,靠得太紧了,能不能放松些,折腾了差不多40分钟。 但晚21时45分周永康,被押送到最高检下属拘留所关押2014年7月29日晚6时,当局公开宣布周永康落马的消息,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